《 》 嘿 您好 導演 《 》 《 》 》 最近有空吗 《 》 今天过来看看 最近怎么样 差不多了 搞那部《Chill Combo》的VG 吗 搞了大半年 差不多完成了 《 》 为什么呀 零件没办法买到 厂间又折扣了 所以没办法 所以只能够自己做 《 》 《 那你为什么会接到这个车呢》 《 》 《 》 《 》 记得在八个月之前 那部车由北京拖过来的时候 那晚应该是很晚的 睡了觉了 没有看 接着大二早起床 上班 回到店铺一看的时候 哇 这车是什么车 弄了更多年车 第一次见这些车 我从头都不知道这条蜥蜴是什么 以前见到这些车 是什么铁了一条蜥蜴的 接着才知道 原来这部车 是更有名气的 哈哈哈哈 接着就升高来看看 看到下面的时候 我当时真的头痛了 整个底盘都九不八百了 基本上 之前应该偷过来的 做过很多东西 接着水箱拖在一边 那些结构 改到出神一化 刹车油管 流油 越拆越害 越拆越害 接着拆出来 看到很多零件都不行了 幸好这边附近 有家工床 山姿素描那些 全部都懂的 否刹车油管 这部车要搞 当时车主说的一句话 我们才会帮他搞 因为他说要完成 他小时候的梦想 因为他很喜欢这部车 所以他不失成本 把车转过来 如果是其他的客户 我们基本上搞不到 因为没有了一个信任 在这里等一会 一搞的时候 价钱高 他又不搞 价钱低 我们又不想搞 又浪费一些时间 还有广东所有的加工 都比较完善 就好像 山地打印那条 四只蛇仔 灯壳 接着 五组CMC 去加工 零件 都非常之简单 但在广东来说 不仅是我们的店 很多都做到 但这方面 我估计应该不会 太多人做 因为太久了 我们的车头灯 用五组CMC 用旅客金帮器 重新做一个车车 接着是中网 因为它中网 固释得太厉害了 还有下摆臂 因为之前的角度不正确 原装的车都变了型 就拿它去山地掃描 接着再做一个软板 这个是測試的 都不行 后期再做一板才可以 接着避震 避震车子自己拿搅压 去搞定了 接着这些杯士 整车的杯士都在这里 包括球头 那些东西 我们都帮它重新换了 包括它 这几条小蛇 山地打印七雷 接着都是用CMC 重新拌七雷 这个是原版的 宝马V8引平 4.8 是首波的 威之猛本身非常小众 有些客人来到我店铺打了时间就问 老板,这是什么车? 我说,这是威之猛 包括它的纤维车壳 所有零件,它们自己做 打拉钉、打胶水等 看起身都很专业 好像全球得到55步 冷一步就少一步 为了车主自己的梦想 我们将它复活 希望它以后继续在路上 不要说步走,慢慢开 刘博 現在快半年了 最近搞到現在都七七八百了 基本上都要交車